大家好 我是Johnson 今天和大家看一些 Town House在曼甘市的Café Chou Town附近 地點就是我們平常說的Woo-Buy和Majormac那邊 我們後面有特色的社區 同時我們會在交通網 學校和附近的食物都配套很好 最重要是我們在近交通的時候 去超市都方便 出去幾分鐘我們基本上喝茶 和我們上次的影片 銀行附近的東西一起都在這裡 而我們今天看Town House 比較有些特色 還有一些叫做在後面的車房 和前面是有車房的區別 我們有些就是對著Connor Unit 我們現在的價錢的Ranger 是說120多萬開始 那個是會預算搶offer的 還有去到一些是150多萬 之前出來是160多萬的筍盤 我們看看裡面的格局 有些新的時候 個個樓底是真的明顯高一些 還有一些地理的優勢 好像Connor Unit 對公園的都會介紹的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 我們現在看這間Town House 就是新的了 幾年新 免管理費的了 1.5個車房 每一層比較高一些 四個房的Model 就是三樓裏面 有三間房 一樓又一間房 但這個房間有洗手間之後 沒有得洗澡 很難正正式式一個很獨立的空間 去住的 我們可以一刻加上 unfinished basement 我們現在看完樓之後 再看完後面停車了 因為這個優點就是 這裡一出去 一分鐘就會到Hurry口 整個社區裏面是新的設計 還有我們這個空間很大 最特別的是 這間之前的一手 買回來是160多萬 現在出價的時候是150多萬美 如果我們進去看看 我們到時慢慢再說 大家好 今天看這間是一個 1.5車房的一個 3層的Town House 有四個房間 四個廁所 進來的時候 它有少少跟外面不同 因為進來這邊 它有一個空間 切出來變成房間 它樓底一樓是高的 而這邊有一個 獨立的洗手間 這裡 形式上 它們是把它改變了 一個Tank 改為一間房間 然後它上來的時候 跟大家看看1.5的車房 1.5的車房 為什麼有一個1.5呢 它變成了門口位 它現在進來看這裡 後面就是一個車房的位 再加上右邊的門 就進來這樣 所以 它形式上 只是一個車房而已 同時後面 它開車的位置 可以停多三部車 合共 它可以停四部車的位置 上來 它因為油樓體比較高 然後這裡 就廚房、廳 就會在一起 這個就是洗手間 然後 就進來這些位置 從這個Paintry 穿過去中間 通常新款的設計 都會是這樣的 然後後面這個Model 就會特別一些 就會有這個 陽台對出 現在是隔離 它是不算這個空間 裡面的 所以這邊是沒有光 所以我們都可以停的時候 一會兒看最後的鏡頭 我們補回去 就是車房的位置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 會拍到三部車 我們先上去三樓 現在看上去 這些Model 比較新穎的 最重要 它的設計上 是叫做 免管理費 和平時 比100多元 清潔垃圾 橙水 有些不同 而且發現 這個Model 每一層都比平時高一點 如果走路低的話 都會多 我們現在看到 這邊有幾間房的尺寸 進去看看 現在這些尺寸 它就會是中規中矩的尺寸 主要只是放一張床 暫時不會放到其他東西 同時間 這個房間比較大 這個大了幾尺之後 就可以放多些東西 它對外的Windows 暫時是開門的地方 就是一個很開圓的地方 這兩個樣子都好 而且對外再遠一點 鏡頭的那一面 就是Highway那邊 我們現在到時看這邊 一上Highway就很近 現在一分鐘真的上到Highway 最重要的距離 聽到來說都很靜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洗手間 然後上面 這邊就是一個Long Drill 因為它的樓梯其實幾層 基本上這樣會比較好 否則走回去 Basement 走幾層 就會很辛苦 這個就是主人房 就在這邊 所以 所以這間Town House 平時有人說 四個房間的Town House 要問清楚 這個是最高那裡有三間房 以及進來主層那裡有四間房 所以變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三間在上面 一間在下面 如果它那時候改裝 不改回房間的話 基本上這種模特兒 就是三個房間的設計 這間的後面 就是停車 整個Town House 有好處 可以看到 在這個位置 然後在後面 叫做長Drivery 中間就沒有了一些行人道 所以停車會比較方便 所以它停車是很足夠的 可以基本上這邊一二三 然後再加上內 然後再加上位 是可以足夠的 應該是四部的空間 我們現在看這間 就是一個雙車房的Town House 三層高 它沒有Basement 然後這個好處就是 對付一個公園 還有它一出來的Nord的時候 就剛剛有一個Gate 所以我們在公園玩的時候 和這邊都有私隱性 主要賣點就是一個雙車房的Town House 它停車就會看到 跟平常的不同 前面就是正門 後面才是車房 我們覺得裡面 那個Layout不錯 特別在二樓那裡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比其他來說 獨立空間感更大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進入這間雙車房 進入這間正門的公園 那邊進來就是一個廳 然後這個地方 穿過去就是一個車房 雙車房 中間有一個Halfwall的話 好一點就會變成陽光 就會全部會敷進去 我們就會在這裡 我自己在這間Town House的設計 感覺的 是一開始看完之後 了解了整個桌面後 覺得它真的蠻實用的 我們第一個感覺 會看到現在這個地方 好像為什麼會有一個雙車房 是這樣的 原來它是獨立空間 它現在在這個角度 看上去的時候 對著公園 然後我們的空間是很大的 但是當鏡頭 轉到那邊進去廚房的時候 它發現原來是真的很實用 因為這邊是有個洗手間 但是到最後進來的時候 就整個廚房和後面的廳 就會感覺到 是兩個正正式式獨立的空間 所以我們來玩 整盛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可以變成做事 或者其他當朋友來的時候 正正式式一個獨立的客廳 我們這邊有個Pantry 安裝的櫃 都會有很多東西可以安裝的 整個設計裡面 顏色用料和這些都比較有特色的顏色 但是總體來說 很有品味和很大氣 所以我們進來的時候 Smooth Sealing 再加上這些設計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新款的Time House的形式 再進來看看 我們上去三樓 我自己有時候會看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就好像這些門邊 它用幾層層樓去做的時候 就知道它們的手工 或者建築的樓 它們用的材料 而且它拉高了上面 感覺還是會好一點 因為有時候升級 可能是原本原本還是低的門 但這些升級是先天性的建築 一定要做 要不然搬進去就很難做了 我們上去到這個木樓梯 和上面這幾層的木板 是一種顏色的設計 這就很重要了 因為如果不是 可能有時候有些人換了地毯 然後再去後來換顏色 很難去配合上另一個顏色 水牙三樓 我們有三個房間 試一下這間房間 對著公園位 這邊有一個雙門的Close 然後再加上這邊 覺得空間不錯 比起上一間的時候 這裡放得更大一點的床 和可以更多的位置 第二間再看 這一間 就會明顯比剛剛那間房間更大 它又可以去到兩個窗口位 我們進來後 有時候比較細節 有時候很多朋友就看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分別就是在細明的 好像屋頂的C領 這對門 通常把樓上加高的話 不只是C領 即是連梳對門邊 所有東西都要另外付錢去做 現在我們這邊就有一個洗手間 所以兩邊Share這個洗手間 空間可以的 還有這邊的Longer 可以到時 上面有一個掛衣的地方 還有到時洗衣機 把它搭高的時候 可以多出更多的空間出來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主層 這個MASTERBELL 入到一個BILL IN CLASSET 在WALK IN CLASSET之後 我們再進來這邊 我們現在整個地方 是底下再加上這邊 我這個整個設計 裡面用得非常好 很符合 我們平時用的 我們現在這個鏡頭 和大家一起計劃下去 如果我們看看二樓的時候 這種Timehouse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可以看到第一 在外面的位置 我們的陽台 即是我們一樣的 跟下面我們已經停的車 有這兩個空間 再加上車房裡面兩個 好處就是現在 鑊雪了 很明顯看到 我們就不用鏟雪了 因為上面擋住了之後 下面的位置已經不用鏟雪的時候 基本上這四部車都很方便 我們現在正式去看看後面 我們在車房裡面 所以現在車房兩部 然後再加上Driving兩部 停車會十足 今天介紹這間 就是Corner Unit的Timehouse 兩層高 由2230呎 我們現在出的地方 就有一個開放一點的 和Tennis Court在一個位置 我們這邊以前的路 就叫做Wubai Bypass 但後來就改了 現在叫Victoria Square 我們就會在後面 去到那邊 有一個公園位 所以整個Corner裡面 土地大了 2200多尺的兩層高 我們現在一齊進去看看 這個Timehouse 來看看 這間是Corner Unit 這個廳在這邊 會有幾面Windows 我們在廚房一樓 它主要就是 出到來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 有一個很開放的地方 在外面 那邊就是一個 是車房的空間 去到後面 一個Longerum 我們上去 這邊就會到 一隻貓仔 有一個動物 剛剛一會兒 免得出來 這樣 二樓 現在這一層 二樓 它裡面的空間 挺好的 現在先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 就是一個地毯 同時間 這個石手間在這個位置 然後後面 就是一個 這邊就是 其他兩間房 和後面這個位置 第三間 來變成一個 洗手間 所以 這個模特兒 平時比較少 就會在兩層 裡面 有這麼大的空間 有四個房間的設計 二樓就是兩個 洗手間 我們這個車房後面 主要就是在車房裡面 停兩步 還有在外面的位置 是一步的 看到附近的一步 有時候 所以朋友來的話 裡面的 是難找一些停車 但是 有一個好處就是 通常在門口外面的時候 就會有些停車的地方 以及這一代的設計 那時候的設計 起碼外面 有些地方是多出來停車的 但有時候 現在最新的Town House 它連那些位置都可能會節省 所以有時候買樓的時候 就要看看不同的停車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厚 很厚 要考慮的因素 我們現在這間Town House 其實它的社區 大概是2023 是比較新的社區 我們進來的時候 有一個商門 這個商門的話 其實它是空間大些 整個空間是2269呎 進入一個小圓關 但它可以變成空間出來 在這裡 樓梯雖然是中間 但它不是對正大門 是側側地下來 因為它現在的鐵 變成繩細了 所以陽光都會好些 因為獨立空間之後 我們這邊就去下面的 座房間 就是unvillage 這間是可以直出來的 的車房 然後我們進來的時候 它這些位置挺特別的 多了它擺放的位置 然後我們進來這邊 就是吃東西的餐座 然後後面就是這個空間 大一點的 這間房子 它一開始買回來的時候 就是130多萬 現在叫價是118萬 所以證明 將來你真正成交的價錢 是會接近上面的價錢的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看 看一間Range的時候 就會看回真正 裡面的核心價值 現在後面花園的空間 就會有一個币 樓梯下去 我們先去二樓看看 很多時候 所以在加拿大 買樓的時候 都要看回真正的 我們附近的成交價 來做參考對比 否則 只想在一個區 可能在MX看到的 這個價錢 但是 為什麼會問起 有時候會出現 價錢和最後的成交不同呢 主要的核心 都是看回真正的買樓的時候 其實預估的話 都會用回附近成交價錢 儘管這間 可能叫50萬 40萬 不是那個價錢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要看 就是看回附近成交 和每一個 真的好像在看不同的影片的時候 知道每一個類型的真正價值 我們四間房 這些房間 每一間都真的很好 由我們這裡 把床放到這麼大 和化妝桌後 都看回下去了 還有新的樓 它用的材料 會好些 地板上的會比較寬 還有我覺得 HR的顏色 即是油搭 雞蛋殼的顏色 然後加上這些 配上去 通常都會好配的 然後後面這個 就是一個 配下來的 一個設計出來 做Staging 就一個好像工作房一樣 然後這邊 就是兩個門的Croset 這個樓底 始終是新的設計 都會高一些 二樓 這個就是一個洗手間 兩個星盤 這個社區 那時候都挺厲害的 我們那時候 這邊 基本上是搶崩頭 才進去抽籤 所以我們現在 可以看實物 很多時候 比起碼新樓會好些 這間主人房 等一會再看 但現在都是小小的 他現在可以耐 credits 小小的小小建設 某滿 Jerry 但他隨的 fuckin 又使用 跟這一個妝容 就是這裡 因為這是獨立頭廊 这就是独立套房 所以在二楼的时候 有两间独立套房 有两间可以share 一个洗手间 其实在这边也不错 最后在最大的房间 有些位置偷了出来 除了窗户之后 在这边可以把阳台 追随香港的设计 在这边可以有一个空间 可以用到 我们不是放一瓶 只是放多一个空间 也不错 但我问我自己来说 我很少这样的用法 我通常是坐一坐 但也不会坐到屁股热 不断坐一坐 10分钟左右就走 这些床和整整的位置 空间一流 我始终都喜欢 逢是这些大一点的 MASER BRABOOM 始终睡觉有8个小时以上 在那边的屋里 所以MASER BRABOOM 看得清楚一点 这个的 进去很简洁 但又很实用 这间是Unfinished Racement 以及这个社交 叫Spring Water 我们来到新货 这些新货 就是刚刚准备进去做新楼 到时候 有单车房和雙车房 可以做参考 我们现在的货尾是很少很少的 我到时候也有兴趣 想买一些全新的 又或者现在这个 当你弄好一点的 都没问题 到时候就跟我们联络吧 我们今晚就试 Spring Water 其实是很有名的社区 叫Sunny 和Angle Mills Warden口 我们当时看清楚 Town厚厚 有一款Sunny的设计 叫做Back to Back 后院来说 就变成背对背 黏着 但空间感是怎样 都很舒服的 我们这一间 就是一样的 好处就是Courna Uni 停的地方 会有一个 一个车房间 两个停车地方 可以停到三部车 Courna Uni 就会Courna位多 最重要看清楚 Back to Back 就会是这两间楼 的中间墙 是间了之后 但其实 是好像一间 但空间这样的 也是很好的 虽然是有三十多尺 或三十七尺 但进去一会 空间住的时候 都会很好 我们整个一排 基本上是独立的 后面的家人 和这家人 是完全都是独立的 只是Courna 就变成小了一块墙 就是Back to Back 但好处就是 旁边Courna 就补充些阳光 否则平时 中间的Town House Back to Back 就是剩下门的位置 很多时候 主要是那个位置 有阳光 其他的位置都挡住 但现在是一个 很好的设计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我们现在看一间 1827尺的Town House 就是Courna Unit 全新楼 我现在开的价钱 999 基本上是一个广告界 其实真的成交的时候 你买进的价钱 已经不是这个价钱 我们先看看 车房直入 而进到Courna 就是在这边 然后我们在车房这边 然后就是我们在第一间这边 主层的房 Courna的时候 它布局的时候 就会在中间 所以两边分开了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一间拍的Driver 是会比一会 看见是会更多 也会拍到其他 单车房来说 它有一个优势 进来 这个楼梯 在中间的位置 我们在两边分开的时候 就是这个 就是厨房的地方 吃东西 还有这边 就会在客厅 然后在旁边 我先终一个圈 终一个圈 那边就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 这些 有时 查查一下 就像平时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水 有没有电 其实如果没有水 没有电 那些位置 很大机会都会搬到 其实很多时候 弄完的话 我通常都见 这个客人可以放在这里 或者把它搬到其他不同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 这家屋的大小 这边的阳台 对出去 因为是旁边 所以真的把其他楼梯 所以真的把其他楼梯 不需要全部对出去 它们的私隐性 都是不错的 在这边 那些厨柜 做的东西 看到了 这些所谓的五件头 全包了的时候 因为它们全身 所以它们全是在保障里面 是方便的 我们终一个圈 刚刚那个位置 同时间 因为这个 就做了一个 有两边 阳光的小饭厅 在这里 还有洗手间 就会在这里 整个圈 整个圈 就可以在整个地方 去完 这家屋 1800尺 可能是比3 或4个人住 是一个很好的尺寸 基本上 因为现在的尺寸 只能溶到床 床 和放的位置 都可以的 有时我们会看 封口位 现在放在这个位置 算不错 但有时 有好处 有没有好处 但有时 这些人是大的窗口 其实设计的原因 就是它的封位高了 但有些人觉得 在这个位置 会凸了一点出来 睡觉的时候 可能在床头 就会自己去看看 放在其他位置 这边有个窗币 这个位置放的地方 就有个Windows 也挺好 放在这里 到时候 这个就会是 Longerum 设计好的位置 就是这些大一点 大一点的Power 然后到时候 一定要放在这里 所以 这个就做了 一个上跟下 层叠式的一个洗衣房 然后是 这个是第二间房 这个房 是加了很多分的 因为平时一个窗口 已经算大 再具然加上 一个 不错的地方 阳光好 然后 第三边 我们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这个尺寸非常好 刚刚说了 如果床这样摆 就不会有上面的东西 然后 阳台这个位置 开放一点 然后洗手间 会从这边转进去 我们在这个位置 那个Builder 挺好 用得到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Crosser位 先看看 不会浪费 再直入就是洗手间 如果是Crosser 这个布局里面是实用的 同时 我们会多了一个地方 在下面 最重要就是这个地区 也是一样的 以前在Spring Water的时候 看起来 如果现在的Fill Townhouse 然后再加上附近的新的楼 这些都可以选择 但是在价钱上 现在这个价钱 是很大机会 你预算是要加到最后成交的时候 不要用现在的价钱 你做平均 都是问附近的 就是成交的价钱 以及他们入货价的价钱 我们再加上 如果你是想对这边的 全新的楼 我们这些货 就是在Builder里面 还有些最后的Inventory 如果你们很兴趣的时候 欢迎你和我们联络 我们有些单车房也有 双车房也有 到时候我们好像二手楼 很快就可以做Closing 如果到时拿多些资料 就和我们Johnson地产三平均地堂 谢谢你